昨天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 导致北马玻璃市亚楼和家央的11个杆榜 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多索房子损毁 屋顶被掀起墙壁倒塌 损失估计为13万令吉 但庆幸的是大雨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玻璃市总警长拿督苏利纳指出 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为止 警方共接获了27起投报 只房子在大雨中损毁 苏利纳表示昨天晚上7点半的一场 亲朋大雨大约维持了一个小时 造成亚楼和家央的11个杆榜受影响 其中六所房子遭到严重破坏 屋顶被掀起 墙壁倒塌 需要及时维修 但是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事故 民众指出突如其来的暴雨夹 带着狂风袭击当地 让他们措手不及 警方劝请受影响的民众到警局报案 以便相关单位能协助他们在短时间内维修房子 他也提醒受灾民众 务必要遵守防疫措施 以阻止新冠病毒扩散 请订阅证运